一切诸法本来极灭 这就是理 这就是大臣经上常说的 诸法是相 是相就是真相 诸法是全宇宙 我们大臣里面常讲的 变法皆虚空皆 一切万法 这叫诸法 也就是 会难大死 开悟的时候 说的五句最后一句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万法是自信 俗生 自信是能生 能俗是一不二 能生的自信 本来极灭 俗生的万法 当然 也是本来极灭 这在理想这讲得通啊 那么三螺万象 我们所解释到的 把六根所圆的 一圆的四尘 二圆的神尘 鼻纳的相成 舍长的尾尘 身体接触的 俗成 其心动力 第六师所圆的 发展 六根所圆的境界 六根是能源 境界是所圆 能所也是 本来极灭 不但所生的万法 是极灭的 能生 那个 六根 也是本来极灭 谁看见 大臣经上唱书 八地一圣 我们听得二书 说的变速也多了 真的是极灭 真的 很不好懂 真不好懂 明明白在眼前 为什么说的是极灭 我们非常幸运 身在这个时代 这是什么时代 是科学技术 突飞猛进的 时代 量子力学家 也不过是在最近 二三十年之内 解开宇宙的奥秘 物质现象 那物质现象呢 这里面恰恰好 能生 所生 都是物质 你看 六根 是物质 六臣 也是物质 这对起来了 那科学家 那科学家 怎么看法呢 科学家自从发现 微中子之后 就告诉我们一句话 宇宙 宇宙之间 根本没有物质 这个东西的存在 物质这个东西是什么 在六根是物质 六臣也是物质 六十里头 除了一十之外 前五十 跟物质 脱不了关系 那科学家告诉我们 确确实实 没有物质 这个东西存在 物质是哪来的 物质到底怎么会死去 那科学使用的方法 跟佛法了 完全相同 佛用分析的方法 那一分做七分 七分里头一分 再分七分 再从这里面 抽一分出来 分七分 分到最后 不能再分了 那最小的物质现象 叫极微色 也叫灵虚尘 跟虚空 做灵虚了 它一分就没有了 就是它小的 就是它小的不能再小了 分的不能再分了 叫微中子 现在科学家 现在科学的名字 叫它微中子 或者是中微子 都可以 它体积到底多大 它不能再分 再分就没有了 科学家 科学家告诉我们 一个微中子 它的体积 是一个电子 的一百一分之一 原子里头有电子 电子很小了 原子是电子 跟原子和中子 组成的 这个我们肉眼 已经看不到了 八十年前 发现原子 科学进步很快 在我们这些 有生之年 从它发现 一直到现在的发展 我们还都能看到 我们看报告 科学家告诉我们 一百亿个微中子 就是佛法讲的 极为之位 一百亿个 它的体积 等于一个电子 一个电子 让我们有一个概念 它确实太小了 要在科学家用的 专业的 显微镜里头 才看到 那一般 一般看不到 那么这个东西 佛看到了 所以 这些量子力学家 对佛 佩佛的物体头地 啊 释迦牟尼佛 三千年前 没有科学 他怎么会知道 说的这么清楚 比科学报告 讲的还详细 啊 你看 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这不就说明了吗 那 现在在科学里头发现的东西 能大师一口道破 他怎么知道的 他们又用科学义器 他用铲定的功夫 他们又学过 他就知道啊 那 释迦牟尼佛知道 更早了 三千年前 释迦牟尼佛看到了 会能大师 距离我们 一千三百多年吧 他看到了 见先的人 都看到了 民心见心 也叫大车大物 大车大物的人 他看到了 他是在禅定里头看到的 不需要义气 不需要学习 所以 佛法的教训 因定 这个 阴界 的定 阴定 开智慧 那 佛法修学 主要的目标 是教你开悟 小悟 阿罗汉 大物 是菩萨 大车大物 就成佛了 阿 也叫 法身 大死 法身 大死 能信身 能信佛身 叫我众生 阿 但是 他还没有 等到 究竟 圆满 阿 为什么 无事无名 稀奇 没断 阿 但是 宇宙之间的真相 八地就会看到 那八地以上 还有九地 有十地 有等觉 有妙觉 你看 五十二个阶级 最高的 五个阶级 都能看到 这 诸法实相 本来 极灭了 看到 本来 极灭了 我们要问 也总 给我们一个概念 他们是什么 经济 其实 我们在经济里 常常说到 就是 他们六根 接触六成境界 确确实实做到了 不起心 不动念 不起心 不动念 就是极灭下 你是不起心 不动念 这个心 看一切万法 都是 幻想 这个幻想呢 佛讲得很清楚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动念 阿 你 头 发 阿 你 头 发 阿 你 头 发 好